人体彩绘捉迷藏到底有多好玩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们做不到 伪装的方式认选 最后 未找到的人可以获得百万大奖 这边小白打算和背后的窗帘融为一体 接着就在身上进行了彩绘 不得不说彩绘师的手法 也太高级了吧 只有天才才认识这个字 这些细节处理得也太好了 完全和背后的窗帘融为一体了 这边眼镜哥打算藏在这群盆栽里面 感觉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啊 就是浑身都喷上了蓝色的气 直接化身小蓝人 这也太搞笑了吧 连嘴唇都不放过 接着要往自己的身上画树叶了 这树叶画得也太逼真了吧 接着又戴上了帽子 甚至帽子上都画上了树叶 这也太细节了吧 躲在里面压根就发现不了呀 这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 这边小胖传出来了 杀猪一样的叫声 这也太痒了吧 浑身都涂上了蓝色 还画上了一样的线条 躲藏的也挺隐蔽 接着轮到土豪来寻找了 在大楼里面疯狂地寻找着 一楼下面居然连灯都没亮 直接来到了二楼 办公室也太大了吧 找到土豪头都晕了 没想到大楼远一眼就发现了 小胖 这也太尴尬了吧 小胖第一个被淘汰 接着顺着楼梯就来到了三楼 真是转角遇到爱啊 一抬头就发现了小胖 这伪装的也太搞笑了吧 土豪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 但是不得不说彩绘师的绘画技术 还是非常好的 你想参加这样的桌迷藏吗 土豪继续寻找 但是找一个又一个房间 啥都没找到 到底躲在哪里呢 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仔细地寻找着 感觉这堆盆栽不对劲啊 一下子就冲了过去 直接找到了眼镜哥 眼镜哥的彩绘的 简直就跟一个变色龙一样 接着轮到土豪来躲了 全身都喷上了白色的颜料 这也太搞笑了吧 撕了个大牙 像一个大螃蟹一样行走 直接塞到了天花板上 接着轮到兄弟三人来寻找了 大家找的头都花了 啥也没找到呀 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抬头就发现了 土豪不得不说 土豪这伪装技术有点好呀 三个人找了这么久才找到